題目是給一點給一圓求過點跟這個圓的切線方式 這是點形的切線方式的問題 那這邊求切線方式的問題裡面 它的題目沒有給切線 然後也沒告訴你這點是不是在圓上圓外圓內 所以這邊的話解題跟我們之前上個不太一樣 這邊解題的時候第一步驟我要先判斷一件事情 我想要知道到底這個點點這個p.31有沒有做在圓上 所以我要先判斷一件事 先判斷是否在圓內或圓上或圓外 所以我先把p.31代入 所以第一步跟平常上課不太一樣 我們把3代入去 s3y等於1代入去 這邊1加1的平方等於40 等於多少我們先把它算出來 然後看看有沒有等於13 左式代入 看有沒有等於右邊的 這邊9加2的平方是4等於13 剛好有成立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知道一件事 它跟題目給的數據 成立 代表3,1這點是在圓上 所以我們可以先知道一件事 在這個狀況之下它是在圓上的一點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是因為 如果我知道這個點在圓上 我第二步可以很快的 怎樣 我第二步直接代公式就好啦 第二步啊 這個地方是判斷 我黃色特別強調 然後這邊的話 第二步其實我們就是單純的代公式 那這邊公式是什麼 回憶一下 我很快地寫下 就是以致X減掉S0的平方 加上Y減掉Y0的平方 等於半個平方嘛 這是標準式 那我們快了 以致圓上一點 圓上一點 圓上一點 求過這一點的切線 它直接把它這一點帶進去 假設這一點的點叫做公式 我現在在講公式 把這一點叫AB好了 那就是把A減掉S0 然後A減掉S0 然後B減掉Y0 Y減掉Y0等於R的平方 那這個公式的口訣 不要忘記喔 我那時候也有提過的話 我們複習一下 是因為X它可以寫成S減掉S0嘛 S減掉S0啊 前兩遍 然後Y是不是可以寫成Y減掉Y0 Y減掉Y0 那你就當作咧 好像把一個點什麼 A 帶進去啊 把另外一個字的點 這個啊 帶進去啊 帶B 所以變成A減S0 S減S0 然後B減Y0 Y減Y0 那其他都不變嘛 照抄 好那這樣子的話咧 怎麼做 我們先再強調做一次 我把數字帶進去 然後你看一下 這這邊的話咧 題目 我們現在這一點是3E 所以A代3 那 減掉圓心 圓心的話題目跟你講 跟之前一樣嘛 是0 所以把它變成減0 那這個就是X 減掉圓心 那另外一點咧 Y減掉圓心的外座標嘛 所以是-1 所以Y減掉-1 就是加1 那這邊的話 是B點 是B點 B點 對不起 是B點喔 就是這個 我這邊公式的B 就是這個座標的E啦 帶進去E減掉 圓心的座標 -1 是加1 另外一個是Y 加1 就-負1 等於 13 照抄 所以在這邊你要記點件事喔 其實我們在這邊 就好像只懂前面這一個而已 這題不難喔 就是代公式 那這個有問題的阿 有問題的喔 你知道我講的誰喔 有問題的喔 你根本公式看不懂的 你給我仔細看清楚 我等於說把它 平方寫成兩個相乘 然後其中一個 帶圓外的點 那我這邊公式寫A啦 那其他就是這個圓外的點 B就是3 就是這個題目的3 那這邊呢 一樣Y減掉Y的平方 我把它變兩個相乘 在前面的那個啊 Y 我把題目的這個點 代入喔 就E喔 那這時候啊 你就把它帶進來 那其他跟原本式是一樣的 OK 那這個整理一下就變成3X 加上2Y加上2等於是3 所以這個斜線方式就出來 3X加2Y等於是1 然後結束 就把一些東西的根本來 和這個給下去 4X加1燈 是1X4 5X4 感谢观看